来关注旅游方面消息 在国内疫情持续趋稳向好的形势下 不少高考生在考试结束后选择出门散心 记者从广州市内各大旅行社了解到 今年考生的毕业出游计划筹备高峰到来 较往年明显推迟 往年的毕业游一般在5月中下旬 基本确定出行计划 而今年7月份 随着高考的结束 高考毕业游咨询量才开始上升 从目前的咨询重点来看 今年的高考毕业游呈现班级集体 以省内深度团队游为主 集中在2至4天的中短途毕业旅行 考虑到目前仍处于疫情防控时期 高考后至中小学暑假前的 7月中下旬这段时间 成为了毕业家庭优先考虑的 错峰出游时段 另据了解 在旅游市场恢复阶段 国内游出游成本较往年下降 就广东省而言 省内千元旅游预算 现在可以深度游玩3至4天 住豪华酒店 精品民宿 吃地道特色美食 虽然目前出省跟团游 依然受到限制 但安全性高 以户外游玩场景为主的 贵州 贵林 三亚等 短距离的零省自由行 也在逐步复苏 以上新闻由南方都市报播报 更多精彩内容 请查阅南方都市报APP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